来关心今天国民党台北市场候选人蒋万安 他是首度到跨区到基隆来辅选 那跟这个国民党基隆市长的候选人谢国良 一起到安乐市场来扫接拜票 那他们希望能够来打造这个国安连线 那不过在基隆呢 那蒋万也不忘顾及台北的选情 针对现在高端是公布 他一剂疫苗评券价格是840元 那也被认为说这个时候公布 是不是为了要来救陈时中的选情 也带你来听到蒋万安的最新回应 高端真的是万般皆失败 只有股价涨这样的计划 其实我想当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国际都在抢购BNT 只有陈时中在抢高端 而且还阻挡民间采购国际疫苗 这真的是国际的大笑话 其实政府应该考量 绝对是以人民的健康为做优先的考虑 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也是 世界经济的重症 国人有非常多需要往返各国的需求 那其实国际得到国际的认证 也是必须要优称考量的 魏服务官员叶芬定 现在被报告是在帮陈时中 准备辩论是在考虑 所以到底是当陈时中的选举幕僚吗 是当指挥官还是当幕僚 所以我想不管是准备考虑 还是帮高端写剧本 其实都不是他们所谓的 这个叙旧 见见面 那当然我想 更不是陈时中他口口声声说的 已经离开卫服部 而现在还要指挥官 或者是卫部部长来跟他汇报 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突破了民意党不断的创造的下限 而且也完全超乎人民的想象 好的那另外对于说这个陈时中 前几天他的进总是出身了 好几名的卫服部官员 他们率队到这边 当时卫服部长孙若远还说 他们只是来叙叙旧 不过现在爆出说 他们其实是要为了这个辩论之前 为陈时中来考前猜题 预作准备来做这个模拟考 对此蒋花安也批评说 就是把这个卫服部当作他的选举幕僚